Om Ma Ni Pem Me Ho 各位 大家午安 观世音菩萨 我们继续讲这个金刚经 来 大众请合唱 跟随我念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义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义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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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放著 我們之前講到什麼地方 好 來 再唸一下 往下唸一下 好 這邊就是佛陀對法的一個看法 好 給我們一個說明 就是說大家對法要有一個正確的一個知見 所以這邊跟西普黎說 一意迎合 西普黎你覺得怎麼樣呢 如來得歐尼奧多羅三秒三普黎耶 就是說如來有得到如上的正等正絕嗎 好 還有呢 如來有所說法也 如來有說法嗎 西普黎言 西普黎對這兩個問題 他就說了 如我解佛所說意 以我了解佛所講的這個道理 無有定法明歐尼奧多羅三秒三苦黎耶 也就是說 沒有一定的法 稱作無上的正等正絕 好 既然是沒有定法 也就是說 你也沒有什麼一個法門 可以讓你得到這個 歐尼奧多羅三秒三菩提 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 也沒有一定的這個法 如來可以講 何以故呢 為什麼 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 如來所說的法 通通不可取不可說 那不是很奇怪嗎 那不是跟佛在對嗆 佛說八萬四千法 然後西普黎說 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 非法 非非法 這個就是假的 也就是說 如來所講的這個法 都不可取不可說 那麼這個東西 如來所說的法 非法 不是法 又非非法 又不是不是法 所以則和一切行聖皆有無違法而有差別 所以就是說 一切的這些 學佛的這些人 這些行聖 通通是以無違法而有差別 什麼叫以無違法而有差別 也就是說 你對無違法的認知 所以這邊講的 其實就是一個無違法 跟有違法的一個分別 有違法就是佛所說的這個法 那包括佛所說的 得欧尼多羅三秒三菩提 這個也是有違法 如來有所說法 說法也是有違法 那西普黎就認為說 佛在說得欧尼多羅三秒三菩提 來說這是沒有一定的法則的 也沒有一定的法 就是欧尼多羅三秒三菩提 沒有的 沒有定法 如來可說 你說好 如來你有得欧尼多羅三秒三菩提 那你告訴我 你是依什麼法 得欧尼多羅三秒三菩提 但是由於佛並沒有一定的法 可得欧尼多羅三秒三菩提 所以如來所說的法 皆不可取 不可說 非法 非非法 都不可取 因為如來所說的這個法 都是有違法 所以這個有違法是不可取的 也不可說的 那不可說為什麼說那麼多呢 這個就是金剛經裡面 一個最不容易理解 不可取不可說 又非法非非法 既然不可取不可說 那你現在又在說什麼呢 非法非非法 也就是所謂的不是法 又加上一個非不是法 其實這個就是要否定什麼 否定這個有違法 只是希普黎他加重這個語氣 就是說佛所說的這些有違法來說 多不可取 也不是利用這個有違法 得多尿多羅三秒三不利 不是的 甚至一切的賢慎 不管你是賢還是慎 為什麼有的賢有的慎 是因為你對這個無違法的認知不一樣 所以他這邊就說了 一切賢慎皆以無違法而有差別 那這個無違法也就是你不需修的 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金剛經講到這個地方 很多人都會搞不清楚 也就是說要來了解什麼叫無違法 無違也叫法嗎 其實佛在講金說法 講這個八萬四千法 一直在強調的也是這個東西 也就是這個無違法 也就是不需修的這個部分 這個無違法也就是眾生的佛性 這個佛性我們早就存在 早就有的眾生都有佛性 這個不需修的這個早就有了 這個無違法 你對無違法認知的深 你可能就成賢成聖 你對無違法了解的不深 那你可能就是凡夫 其實是以無違法來對這個有違法來說的 那麼這個無違法又是什麼呢 大家看那個心經 這個心經啊 佛告訴我們 無言而彼此生意 就是六根呢 所見所感覺的這些呢 都是無都是空性 無色身相略促法 也無六成 六成所覺知的也都是空性 那為什麼這麼講呢 其實佛啊 是要徹徹底底的 把我們這個眾生啊 就是所有一切的執著 全部要去掉 把我們弄得乾乾淨淨的 清清白白的 因為眾生一有人懶著以後 你對無違法的了解 你就會失聰 失明 你就失去那種感覺 這個好比是一面鏡子 眾生啊好像一面鏡子 這個鏡子上面 假如是塗滿的各種的五顏六色 這個五顏六色代表的眾生的 眼耳鼻子的深意 對色身相異促法的執著 還有無明的一個執著 十二因緣的一個執著 還有種種覺知上的一個執著 就好像在鏡子上都塗得黑黑的 那鏡子黑黑的怎麼去映照 一些影像的 就不清不楚 沒有辦法去了知整個法界的實相 所以佛呢就是要把這個鏡子 幫我們擦乾淨 告訴我們鏡子呢 不可以有這些懶著 然後呢 讓鏡子能夠實實在在的 映現一些實相出來 其實也就是這樣而已 所謂無違法的這個佛性來說 其實也就是 百分之一百的乾淨 百分之一百的潔白 清清楚楚的映現 只是這樣而已 佛呢就藉著這個心經啦 金剛經啦就是一直講一直講 就是講這個 所以 學佛的人來說 你絕對不要說 覺得 有法可學 有法可修 那你又錯了 那你說各位來這邊不是來學佛修法嗎 這是一個過渡期 你一定要曉得 這個法來說 佛跟西普黎的對話 都講到這個樣子 講到說這個法 皆不可取 不可說 是不是 我現在不是也在說嗎 既然不可說 為什麼在說 因為我說的是不可說 所以表示我也沒有說 是不是 因為我說不可說嘛 對不對 我哪裡有說 我是說不可說 對不對 那法也是不可取啊 所以我也沒有說法 我只是跟各位說 這些法都不可取 為什麼 因為這些都是有違法 通通通不可取 也不可說 非法 非非法 也就是說它不是法 那麼更是 不是 不是法 這個就是完全百分之一百的否定 這個法的存在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 我們恢復清淨 本然的那個心境 就是這樣 所以這是由佛跟西普黎的對話裡面 再一次的把他所說的法 完全全的補絕掉 這是為什麼 這是最後一招了 因為眾生學佛來說 最後呢 就會被法給束縛了 以為自己學了很多的法 修了很多的法 然後被法也束縛了 其實我們是要一邊學佛修法 一邊利益眾生 一邊還要把這個去掉 一邊做一邊去掉 也就是說一邊利益眾生 但是又不覺有眾生可利益 一邊修法 又不覺有法可修 甚至沒有一個修法的我 也沒有一個受法的眾生都沒有 這個才是學佛最高端 最後又能夠把法能夠全部捨掉 了知 學佛修法 只不過是要把自己變得清淨而已 我們就是因為不清淨 有各種的執著 所以才需要修法 所以法是法藥 法藥是生病人吃的嘛 是不是這樣 生病人才吃藥嘛 不病人幹嘛吃藥 所以我們現在眾生來說 其實都是病人藥 需要這個藥 所以要明白這個法藥之所以存在 是因為生病的關係 當我們健康了 那麼這個藥就不要了 所以是要一邊吃一邊丟 這個藥就要減掉 要明白這個法 本身也是要捨的 因為這個法都是有違法 都不是真正的實相 所以法是空性 這個是跟這個無違法 是相抵觸的 這個無違法就是眾生的佛性 那眾生的佛性 你不需要用修法去修一個佛性出來 不需要 只是要我們去認證它 找到這個佛性 只是這樣而已 好 好 再來 ACT 滿漆大 千千 絕姐 睛道 施徒如來説福德多 若富有能 與此經中 受持乃至四聚地等 为他人说 其福圣经何以复 亲提一切诸佛 其诸佛阿罗波罗三秒三不提法 皆从此听出 亲提所谓佛法等 其非佛法 这边西普黎 地狱迎合 佛又问西普黎啊 你觉得怎么样 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 一用布施 世人所得福德临为多佛 就是问西普黎 假如有人能够把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 都用来布施 这个人所得的福德多吗 西普黎言甚多 当然很多 三千大千世界多大 这个里面的七宝 都全部拿来布施 这个人所得到的福德 当然多 何以故 是福德即会福德 事故如来说福德多 也就是说你讲这个福德就不是福德 所以才说是福德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福德来说是可以用得完的 你即使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来布施 有很大的福德 但是这个福德来说还是不可靠 总有一天你会用完这个福德 所以这边讲福德多只是一个假象 它不是一个实性的一个东西 你用得完的东西都不会多的 即使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 也不多的 所以学佛的人你一定要有像这样的一个心胸 就像我们说 我布施一下就有福德很多 所以即使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 这个福德来说 以西菩提跟佛的认为来说 这个福德还是不大 那么跟什么比呢 跟这个若父有人以此经中受持乃至世纪记得 也就是说受持这个金刚经 跟世纪记 世纪记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灵 如露易如电映著如是观 受持这个世纪记 或者是受持金刚经所说的这个道理 为他人说 还要替别人讲这个道理 祈福甚彼 他的福报 比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去布施 还要大 何以故呢 为什么呢 西菩提一切诸佛 以诸佛温尼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始经出 所谓佛法者即会佛法 也就是说 一切诸佛 就是三世一切诸佛 过去世的 现在世的 未来世的 这些佛呢 跟诸佛的无上正等正觉 诸佛温尼多罗三秒三菩提的法 皆从始经出都从金刚经出 所以要晓得这个金刚经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 这部经是成佛的要点 你要成佛你非得把金刚经读通不可 以后你要成佛 以后你要成佛 也是从金刚经所说的这个道理来成就 这边佛跟西菩提说 所谓佛法者即会佛法 佛这边呢 又在否定了一次佛法这件事情 所以以前我就讲过 无佛主 无佛可成 无佛法可修 都无 也无众生可度 所以这边就可以证明 我说的是对的 也就是所谓佛法者即会佛法 为什么呢 所谓佛法 这个佛法讲的就是有威法 所谓佛法者 这有威法吗 即会佛法 就不是佛法 顾名佛法 有的版本有多一句 顾名佛法 所以又叫做佛法 也就是说 你不要把这个有威法 当作它是实性 其实它是空性 它是讲明立说 但是呢 你要学佛 你也必须要从佛法里面去了解 所以这边 在这一段里面 佛陀主要是用了一个比喻 就是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去布施 就是来跟金刚经的授词跟世纪剧为他人说 这两个想比较来说的话 这个福报呢 是比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还要打 祈福圣比 这个来比较来说 其实佛陀真的要说的 导也不是这样 也不是要讲这个福报大小的问题 因为福报你再大也会用得完了 其实佛在这边是没有再讲下去 他只是用福报来比较 这个福报比较大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世间人都贪 贪念 所以以力来勾签 让大家就起贪念 然后来授词金刚经还有世纪剧为他人说 是不是这样 因为大家觉得福报 这个福报大 对不对 那你用三千大千的七宝去布施 就是舍不得啊 对不对 钱留在家里 讲金刚经给人家听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比较划算 钱放口袋 然后嘴巴讲金刚经跟世纪剧给人家听 祈福圣比 是不是这样 这个福报来说 其实是可以用完了 以佛来讲的话 佛的本意并不是这样 因为佛讲到这个福报的时候 极非福报 那这边其实他要讲一个重点 也就是说 一切诸佛及诸佛 佛尿多了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 这个才是重点 大家要想着 这个佛讲得这么清楚 三世诸佛 跟三世诸佛 所得的无上正整正学 就是从金刚经而出 所以金刚经里面所讲的道理 你就必须要深刻的去体会 然后佛陀又再交代西菩提 所谓佛法者 极非佛法 又再提醒一次 就是说你不要被这个佛法给束缚住了 成为一种执着了 佛法极非佛法 所以法上因舍何况非法 也就是佛法 我们修到最后的时候 这些佛法通通要舍掉 那舍掉我们变成什么样呢 我们就要变成一个清净无瑕的人 只是这样而已 你能够舍掉佛法 那你就清净了 你本来比如说已经很清净了 从佛法里面修啊修啊 理解再理解啊 然后呢修持再修持啊 已经很清净了 最后还要把法放掉 那你就真正的清净 这个才是佛所要求的 也就是说 你这个人身上也看不到佛法 你的身上看不到你 眼耳鼻舌生意六根对六层的执着 甚至也看不到佛法 你这个人就算成功了 所以心经里面所讲的 无眼耳鼻舌生意 无色身相为促法 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无什么无什么的那些 最后他要怎么样 无佛法 佛法你都要无啊 你要想得连佛法你都要去掉 法斧 法直 这个呢都不能存在了 你就变成一个很纯粹很干净的 很清净的一个众生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见到所谓的佛性 而且你到底是贤还是圣 都从这个理解的深浅而有所分别 这样晓得吧 这样了解吧 好 再来 虚不提 余异能得 虚佛凡能做事念 所得虚佛凡所好 虚眼所也 至尊可以住 虚佛凡因为入流而无所入 不入色身先被促反 世民虚佛凡 余异能得 虚佛凡能做事念 所得虚佛凡所也 口也 至尊可以住 虚佛凡明日往来 而实我往来 知名虚佛凡 虚佛凡明日云合 阿摩凡能做事念 所得阿摩凡所也 至尊可以住 阿摩凡能做事念 虚佛凡能为不来 而实无不来 至尊可以住 实无有法明阿摩凡 至尊若阿摩凡能做事念 所得阿摩凡道 虚佛凡所也 至尊可以住 实无有法明阿摩凡 至尊若阿摩凡所事念 所得阿摩凡道 即为佛我能凡身受者 至尊佛说 我得独征三昧 人中最为第一 是必一律阿摩凡 至尊我不作事念 我是一律阿摩凡 至尊我若作事念 所得阿摩凡道 至尊可不说 虚佛凡至尊阿然摩凡者 以虚佛凡实无所行 而明虚佛 至尊阿然摩凡 这一段是佛陀跟西菩提 在应对的 主要就是要 驱除掉你这个成就的角色 上一段讲的是 对法的一个角色 法要驱除掉了 这边讲的是什么呀 成就的一个角色 学佛不能有成就的一个角色 这一段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一段 你了解了以后 你要晓得 所有这些学禅宗的 还有这个密宗的 一天到晚在成就来成就去 通通什么样 要打下来了 禅宗就是一直想要开悟 那叫他来看看这一段 你这个想要开悟 你这是错误的一个修行 密宗里面要修大圆满 宏光化身 也是同样的道理 也是错在这个地方 甚至我在看密教里面的许多的论障 里面也就是着重在成就上的一个论点 我们读了这个金刚经以后 了解了金刚经以后 你就晓得说 他们的这种论点是错的 这边 佛陀在问西菩提 一欲迎合 你觉得怎么样 虚头还能做四念 我的虚头还国佛 什么叫虚头还 这个虚头还 是四国阿罗汉里头的出国 就是说你要成就阿罗汉来说 有这个所谓的预留国 预留 就是出国的意思 就是一辈当阿罗汉 叫预留国 预留国 印度话换语叫虚头还 虚头还 虚头还 能做四念 它可以这样子想说 我得虚头还国吗 我现在要成阿罗汉了 现在成了阿罗汉的预留 预留国了 就是等于是初级班一样 好 西菩提言 西菩提说佛言 不行 他不能这样子想 世尊何以故呢 为什么呢 虚头还名为路流 而无所入 就是说虚头还名为路流 也叫做预留 预备的预 那路流就是刚进入到阿罗汉的一个出国 名为路流 而无所入 不入色身香味出法 是名虚头还 也就是说虚头还呢 它是刚刚进入到阿罗汉的出国 而无所入 什么叫说路流而无所入呢 因为你只是刚成为一个阿罗汉的出国 那你不能这样想 就好像说我们读小学一年级 你小学一年级 那你能说你一年级的部分你都会吗 就是刚读而已 刚报名录小学第一天 然后回家说我读小学一年级了 读小学一年级 那你一年级你都还没读完啊 是不是 什么都不懂的一年级 只是报名而已 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说明文路流而无所入 你不能去想说你成就就是阿罗汉的出国 不可以了 不入色身香味出法 这个时候呢 它对色身香味出法是可以断 这个叫什么 杀六贼 这个阿罗汉的意思叫杀贼 杀什么贼 就是杀六贼 就是杀色身香味出法 这六贼 也就是它的言而鼻子的生意 跟色身香味出法是不相应的 所以是名虚头反 但是它不能一直这样想 它一直这样想的话 它就不是虚头反 也就是说你不能够以自己的成就 每天在那边念念不忘 你念念不忘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杀这六贼 色身香味出法 怎么杀 怎么隔离呢 你怎么不受色身香味出法的影响呢 你自己想想看 你的念头一直在说 我是出国阿罗汉的话 你对色身香味出法 你怎么样能够不受影响 你的言而鼻子的生意 必定受到色身香味出法的影响 你这个就是说 不受自己成就的一个影响 没有这个念头 你心不起念 所以也无所谓阿罗汉的出国 也就没有所谓的虚头反 这个要注意的 西菩提一意淫火 西菩提啊 你觉得怎么样 石头寒能做事念 我得石头寒果佛 西菩提言佛也 是尊何以故 石头寒名义往来 而十五往来 这个石头寒就是阿罗汉的二国 这个第二个这个果报 来说叫做一往来 也就是说 他还要来人世间来受生 就是一来一回 一来一往来人间受生 而十五往来 是名石头寒 这个一往来来说的话 你要是一直念念不忘 你是石头寒 你要一往来 你要来人世间来受生 你一直这样的一个想法来说 你就着了相 着了一个成就的相 你着了这个成就的相来说 你就不叫石头寒 你要怎么样 他名一往来 而十五往来 是名石头寒 也就是说 讲是讲一往来 那么呢 在你的心中呢 十五往来 也就是说 没有往来的念头 你要有一个 一往一来的念头的时候 你就着了 色神香味促法 你就着相 你就着相 你就着相的话 你阿罗汉的资格就没了 好 所以呢 虽然一往来 但是十五往来 也就是不受一往来的影响 好 那么 这个才叫石头寒 才叫做二果的阿罗汉 好 西伯提 一意迎合 佛在问西伯提啊 你觉得怎么样 阿那汉 能做思念 这阿那汉是什么 三果阿罗汉 他可以这样子想吗 我得阿罗汉果佛 也就是说 这个三果阿罗汉 他能够这样子去想说 我得三果阿罗汉吗 好 西伯提言 佛也 四尊何以故 阿罗汉名为不来 而十五不来 也就是说 三果阿罗汉就是什么 就是不再来了 而十五不来 好 世故名阿罗汉 好 也就是说 他也不能够执着在他的成就上 说不来的 因为你要有一个不来的一个念头的话 那么 你也就是着了这个不来的像 也就是着了一个成就像 好 因为从前面的虚德环入流 成为阿罗汉的出国 再来 一往来 成为阿罗汉的二果 到三果阿罗汉 就是十五不来 好 你这个当中的话 这三种的法像 你都不能有 你有的话 你就着了你成就的像 这一点是很严重 那为什么禅宗一直想要开悟呢 他是不是着像 对不对 西普黎一意迎合 阿罗汉能做四念 我得阿罗汉道佛 西普黎言佛也 世尊非故 十五有法名阿罗汉 这边阿罗汉 也就是四果阿罗汉 说阿罗汉可以做这样的想法说 我得阿罗汉道吗 西普黎言佛也不行 世尊非故 十五有法名阿罗汉 这个阿罗汉就是真正的 已经就是杀六贼了 前面那三果没有完全断尽 虽然一样是杀六贼 但是没有完全断尽 所以会有所谓的路流 有所谓的还要再来一次 还有一个不来 一直到阿罗汉道 其实这个过程 看起来好像有四个过程 其实这个当中来说 有时候是很难去分别的 因为这个当中都有一些模糊地 那么重点就在你自己本身 你就不能去思维你是到哪一个国位 你不能一直斤斤计较于说自己的国位 这不对的 而且学佛我们也要以这个观念来看 所有一些学佛的人 也就是说不能够以成就作为你思维的一个方向 也不能以成就来获仲 所以佛陀那个时代 释迦牟尼佛他就很在意就是说 他的弟子就是不准显神通 他也立下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规矩 所有显神通的一定逐出门墙 这条戒例是很严格的 所以佛陀的弟子都不敢先什么神通 没有 都是以一个凡夫的那个样子在行述作我 绝不显神通 这个很重要 佛陀他尚且如此 也就是说 他有那么大的神通他从来不显 而且呢即使说有那个他心通来说 他心通也是神通的一种 但是也不随便显 因为你一显了以后 那个业障就来 业报就来 甚至包括四国阿罗汉 你一执着在你自己的成就的时候 那么业报也就来了 你这会变成一种障道 违言 所以不能够起念 不能思维说我是阿罗汉 不可以 西伯利言 佛爷 世尊何以故 实无有法 名阿罗汉 世尊 若阿罗汉 作试念 我得阿罗汉道 即位佐我人送身 这个数字 这边就讲得很清楚了 也就是说 没有一个法叫阿罗汉 这个阿罗汉 这个也是叫做假明立说 假这一个名字叫阿罗汉 所以根本也就没有一个法 叫阿罗汉 所以这个佛法佛法 这个都是假明立说 那么既是假明立说 你就不要当做实有 就好像法界里面就有这个身份地位一样 不可以 不可以 然后呢 说世尊 若阿罗汉做试念 他做这样的想法 说我得阿罗汉道 好 我已经得到阿罗汉的国报了 这个时候 极为佐我人众身受者 那个时候就佐了四相 就是我相人相 众身相受者相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你觉得你是得阿罗汉的国报 那你就跟众身你就有分别了 你就有一个我相存在 我啊 我得这个阿罗汉啊 那不然谁得 因为你认为你得阿罗汉嘛 所以就有一个我相 那你既得了我相以后 你就有一个对境的差别相 就有人相 因为别人没有得阿罗汉啊 众身也没有得阿罗汉啊 还有受者相啊 这些长寿短命的 这些没有得阿罗汉啊 你马上就佐了四相 所以我们真正要了解 佛在这一句里面 讲的也就是说 我和一切的众生来说 要起这种平等性质 我能众生受者 你绝对不能够起到一种 你的一个成就的念头 你起了成就的念头 你就佐了四相 你就不能离四相 你就不能三轮提空 这个要晓得 这个要晓得 你佐了这个相以后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再往上爬 你就见不到自信 所以这边也讲得很清楚 你觉得你开悟 那你是不是就有个对境 很多人没有开悟啊 众身没有开悟啊 还有受者没有开悟啊 你是不是佐了四相 是不是啊 所以禅宗里面的这个开悟来说 那么他就是佐了四相 你觉得你是阿罗汉 你就佐了四相 这个是一句最有利的一个支撑 也就是说禅宗本身来说 一直要开悟 这个是错误的一个修行 密宗里头 为了要修得宏观化身 要修得一个大圆满大成就 这个本身也是佐效 你在修法的一个过程当中 就是一直斤斤计较要宏观化身 你就佐了我人众生受者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世尊啊 佛说我得无真三昧 人中最为第一 这个时候西伯黎要讲自己了 他说世尊啊 佛说我得无真三昧 佛曾经讲过我 我是得到无真三昧 无真就是跟众生之间 没有任何的一个真论 真直 叫无真 得到无真三昧 为什么叫三昧 三昧就是一个究竟的思维 无真三昧就是认为这个真来说 是空性的 是无聊的 浪费时间的 所以呢 叫做无真三昧 我们学佛 很多人就是一边学佛 一边就跟人家吵来吵去 吵翻天 到道场来吵架 讲口是是非 那不是很奇怪吗 你来道场 你变成来讲口是是非了 那对你还是什么帮助 这个就是不值得来习佛的 所以啊 这个 西伯黎他是被佛称赞说 你得了无真三昧 人中最为第一 在人里你是第一 第一优秀的 第一名 而且是第一离遇阿罗汉 你是第一个离遇阿罗汉 这个遇指的是什么 就是色神相为主 就是六成 也就是你可以杀六贼了 这个是佛对西菩提的称赞 赞美的话 那西菩提就说了 世尊我不做事念 世尊虽然你是这样称赞我 但是我不做这样的一个想法 说我是离遇阿罗汉 我不会想说 我就像佛你所称赞我的 说我是能够断色神相为处罚 这个六成的离遇阿罗汉 世尊 我若做事念 假如说我做这样的想法 就像你称赞我的这样子 那么我起了这个念头 我得阿罗汉道 我又得了阿罗汉 世尊 则不说西菩提是要阿罗汉行者 也就是说 世尊你就不会说我这个西菩提 我这个人啊 喜欢那个清净修行的 叫做要阿罗汉恨者 以西菩提使物所行 而名西菩提是要阿罗汉恨 所以因为我这个西菩提实实在在的是 没有这么样的去思维 所以呢 才说西菩提是喜欢清净的一个修行 他今天讲的说 照佛所说的称赞他的话 他起了这个念头 我得阿罗汉道 我是第一离遇阿罗汉 人中第一 然后呢得了无真三面 这样一讲 尾巴就翘起来了 对不对 那这个能够说是 喜欢清净的修行人吗 对不对 当然不是嘛 所以西菩提也 用自己来做这么样的一个说明 因为佛曾经有称赞过他 但是佛在这样称赞的时候 你最好不要做这样想 你做这样想 你就入了千套了 这个包括释迦牟尼佛以前 他的上师 也就是兰登佛 跟释迦牟尼佛说 你以后必当做佛 号释迦牟尼佛 那个时候佛自己也说 他从来没有一个成佛的念头 他说那个时候 假如有一个成佛的念头的话 兰登佛就不给他受祭 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念头 所以兰登佛才给他受祭 但是给你受祭以后 你也不要尾巴翘起来 你尾巴要翘起来的话 你就中了招了 说兰登佛给我受祭 我必当做佛 那我就伟大起来了 那这个兰登佛又被收回 刚刚跟你受祭的不算 这个就是要注意的 佛在说你的时候 心念你绝对不能动摇 跟你说 虚菩提你是得到了无真三昧 那你马上就跟人家吵起来了 人家听了有的不服啊 你得什么无真三昧 我看才没有 然后西伯提说 我才有的佛头都跟我说 我有 我怎么会没有 那你这个算有还是没有 你马上就没有了吧 是不是 所以当佛说 西伯提你得了人中最为第一 无真三昧 你就是什么 说了跟没有说一样 佛有说跟没有说是一样 是第一离异阿罗汉 佛是这么的称赞 但是你心中不能起念 也就是说我不做思念 我是离异阿罗汉 有没有 虚菩提就这么说了 我不做思念 佛你是这么的称赞我 但是我从来不这么的想 说我是离异阿罗汉 说我是离异阿罗汉 这个才是人家真正修行到位的 虽然是被认证 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 但是呢 如如不动 没有在这个里面呢 去做文章 所以从金刚经里面可以破魔 你可以看出很多的这个事情 所以他说四尊是有这么的在讲他 但是呢他不做思念 假如他做了这个念头 然后说我得了阿罗汉道 那这个时候四尊啊 就不会说西菩提是要阿罗汉恨者 这阿罗汉的意思就是清净 一个修行者 也就是说 四尊就不会说西菩提是喜欢清净的修行人 以西菩提十五所行而名 西菩提是要阿罗汉恨 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西菩提没有做这么样的一些思维 也就是没有因为佛称赞他了 然后呢他心中起念 所以他才是真正的一个喜欢清净的修行者 所以金刚经是破魔的 一部经 非常的重要 好 大家有没有问题 今天这个都很重要 这个金刚经 在我们今天世间来说 已经早就灭了2100年了 其实这个金刚经要重出江湖 这个是很重要的 可以让很多人有一个新的思维 从金刚经里面好好的去思维 可以想出很多的修行的道理 因为三世诸佛都是从金刚经而出 因为三世诸佛都是从金刚经而出 我们也不能例外 然后呢 魔是怎么样的出现 也很简单 看了金刚经你就知道魔在哪里 而且看了金刚经你也就晓得修法正不正确 这个是对修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导 是一本最究竟的经典 所以大家无论怎么样也要把它给读通 用这个来破魔 用这个来了解 我们现在各宗各派的修行都出了问题 刚刚有老菩萨来说念佛念了四五十年了 念的身体不好 我说这方法错了 念佛是要枉成西方 是不是光一直念佛 而且你念佛的人 你还要不得少上根佛的因缘 有没有做 会不会做上根佛的因缘 也不会 一心不乱也没有 观想西方极致世界了了复明 也不晓得从哪里起观 这个都是一个问题 净土宗现在危害整个佛法的流通是最激烈 许多人的法师会面 都是跟着这些现在弘扬净土的 跟着去度 因为修到后来一生病了 业障已现前了 就是我常常讲的 业障已现前的时候 佛号就念不出来 怎么念 到了现在 癌症第四期了 怎么念佛 你在念 所以阿弥陀佛也不见得会来接 不可能来接 因为你少了上根佛的因缘 你不会做上根佛的因缘的事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佛法的流通 两千六百年了 到了今天来说 一塌糊涂 就是说各个法门都要重新检讨 要怎么检讨 从金刚经来检讨 要以金刚经作为一个检讨的一个范本 用金刚经来看 修行的法门 对或不对 所以金刚经是一部最高的指导原则 最特朴的 好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多问世音菩萨 做 100会员 好 好